欢迎大家收看《历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从毛主席万岁到习近平不忘初心 中国共产党再次介入中国人的英语学习中 火花皆是中国隐藏历史的光芒 加拿大秘密资金帮助打造现代中国 巴勒斯坦的地缘政治解析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从毛主席万岁到习近平不忘初心 中国共产党再次介入中国人的英语学习中 VOA刘文 10月7日至8日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强调 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他是这么说 也是这么做的 不仅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 而且用他自己的理论直接武装民众 今年秋天新学期开学 中国300多所大学的学生们 甚至要在英语课上学习习近平的不忘初心 习近平的这种做法被外界称为洗脑教育 从中共建政时 学习毛主席万岁到现在重点学习习近平的不忘初心 中国大学英语的洗脑课似乎经历了一个轮回 习近平语录走进英语教科书 学生们使用的是202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新时代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第三版 据了解 这本教材收录了数十篇习近平的演讲和语录 以确保学生拥有正确的世界观 这个教材的主编并不会言 编写这本教材的目的 是为了意识形态之战 金融时报的报道援引该教科书主编 四川大学教授时间的话说 我们拿起任何一本西方主要刊物 标题全是中国 中国 中国 他们全都负面 针对我们 中国与美国打的不仅是贸易 金融与科技战 也是意识形态之战 该教材的作者群在序言中表示 他们意图框正之前教科书仅聚焦英文文化的问题趋势 该教材计划进一步更新 据了解 明年将出版的最新版本 将收录习主席在二十大会议中的语录 我们将跟上时事 2014年至2018年 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黄毅诚认为 习近平的语录以及共产党的党化 出现在英语课本和课堂上 应该始于2017年 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开始 这个时期舆论宣传和管控的力度加强 黄毅诚说 2014年他刚入读北大时 大学英语课本上并没有这些党化的出现 只是2018年在专门的翻译课上 才接触到一些政治语言 不过当时也没有到要翻译习近平语录的地步 他说 有这种一长段一长段的政治语言 需要练习把它们翻译成英语 他说 当时 他们被要求要会翻译中共的十七大 十八大的这个报告 并按照官方发布的翻译为标准 黄毅诚说 他迄今最记忆犹新的是一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因为这并不是英文中常用的短语 表达起来非常拗口 不过 这样的经历并没有让黄毅诚成为高举中国共产党旗帜的旗手 2022年 黄毅诚参加了有高校学生发起的抗议中共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 黄毅诚觉得这样的英语教学趋势很奇怪 他说 学习英语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语 但这些语言在实际和西方人交流的时候用不到 同样的趋势 他也在其他学科中感受到 他在本科期间一共需要学习六门政治课程 在刚入学时 这些课程的考试是开卷的 但是到2017年 习近平决定修改宪法之后 这些课程改成了B卷的 之前没上过这几门课的同学都很后悔 他对记者说 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他说 身边的一部分同学 其实对学习这些带有政治宣传性质的内容不感兴趣 但是为了能够有好的祭典 可以去申请国外的大学 或者申请奖学金 也不得不适应这样的制度 不仅英语课 习近平思想已融入从奇管 物理到生物等许多大学学科中 在2020年最新发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 中国教育部曾说 教科书应有目的地包含习主席倡导的 一系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以确保学生拥有正确的世界观 事实上 中共对年轻人在英语教学中的洗脑 教育从未间断 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时期 并伴随着中国领导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改变而改变 1970年代 最熟悉毛主席万岁 周孝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退休教授 生于1947年的周孝正 自己也曾是被洗脑的年轻人 他现在居住在美国 1966年高中毕业时 周孝正刚好赶上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 高考被取消 先前学俄语的他跟着从北京师范大学县首都师范大学 英语系的姐姐自学英语 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学英语的经历 他说 因为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叫我们英语首先教歌 第一首歌东方红 第二首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周孝正告诉记者 文革期间的中国课本充斥着时任中共主席毛泽东的语录 他的头像被印在教科书封面上 无论学习哪门学科都要先学习他的最高指示 对很多当时的中国人来说 他们最熟悉的英语句子是毛主席万岁 文革结束后 1977年 周孝正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学的英语教材 是当时很多中国人都熟悉英语900句 和新概念英语 他说 当时的英语教材里已经没有语录歌了 1980年代 许国章英语大行其道 现在已经退休的陈静 化名 1980年入读了上海大学工程学院 在他进入大学的前一年 美中正式建交 邓小平赴美访问 学校里关于美国的讨论很多 陈静在电话采访中回忆道 他说 随着中美关系破冰 大学生学习英语 很快提上了日程 因为文革已过 大学校园里 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讨论逐渐变多 大家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与意识形态也充满好奇 陈静所就读的机械工程专业 是当时很难考进的热门专业 也颇受到政府重视 他说 国家希望他们能够看懂英文文献 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 陈静记得 他们当年用的教材 是1961年由中国英语教育家 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许国章主编的英语 文革期间 学英语 有理通外敌的嫌疑 会带来被批斗的可能 英语 教材的编写者之一 知名学者余大英女士 在文革中遭到批判和侮辱后 自杀身亡 文革结束后 英语专业面临无大纲 无计划 无教材的局面 只能将这套教材修订后 继续使用 这套教材 仍然有不少60年代的政治印记 例如 在学习英语的一般过去时 会有那时候人人过着穷苦艰难的生活 而现在劳动人民 都在过幸福生活这样的例句 许国章英语 在20世纪80年代 风靡全国 许国章本人 后来在采访时说 许国章英语大行其道 只表明英语界的落后 我们的课本上没有毛泽东语录 也不需要翻译那些政治性的讲话 陈静告诉记者 他还记得当时高考英文 并不是主科之一 1977年恢复高考时 英文分数乘以10%后 计入总分 之后占比重逐年增加 在陈静高考当年 英文成绩所占比重 要乘以30% 直到1984年 英语才被列入 高考主要科目之一 由于物质匮乏 录音机 收音机很少见 学校里基本没有什么 英语试听资料 更别说有外教来教口语了 陈静说 自己学的是哑巴英语 在机床齿轮这些单词旁边 注上中文读音 然后死记硬背下来 有时候遇到语法和阅读理解上的问题 去问老师 老师也不一定能讲得明白 他说 后来学校里来了一名留学生 是刚果一位正要的儿子 来我们学院学工程 就数他英文说的最好 1990年代 西方文化的流行和新东方的出现 1993年 许国章花费六年 将英语改编为 新编许国章英语 他在字序中提到了这一版本的修订 顺应了中国从封闭到开放 从成规到改革的变化 以传播文化信息为重 不过 中国人学英语的渠道 却不仅仅局限于许国章英语了 随着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加深 学英语成为了一种潮流 学英语的中国人的数量 呈几何数级增长 想出国留学的人数也在增加 1993年 有留学教父之称的于敏洪 在北京创立了最早专营托福 Tofu GRE等出国留学所需的考试的培训机构 新东方学校 1994年 因为英语出色而获得关注的李扬 创办了李扬疯狂英语教育集团 1997年 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访问美国 他在哈佛大学用英文演讲 并用英文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60分钟 节目主持人麦克 华莱士 Mike Wallace 的专访 1986年 江泽民在安抚参加学生运动 86学潮的学生时 在被问到是否知道明有 明智 冥想时 他当众用英文背诵 美国第16人总统 亚伯拉罕 林肯 Abraham Lincoln 的格底斯堡演说 中国最高领导人 对西方文化的肯定和欣赏 影响到了大学校园里的深深学子 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教授 五国于90年初期 在北京语言大学就读英语系 他说 当时学校里 已经有大量来自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的教师 口语课上 学生会在英美及加拿大秘密资金 帮助打造现代中国 法广 攀位 9月8日 杜鲁多总理表示 由于习近平的强硬政策 加拿大与中国没有政治和解的余地 在两国关系僵持于冰点之际 加拿大 环球邮报 回顾 一个多世纪前 加拿大传教士开办学校医院 为家中关系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红色中国成立不到十年 加拿大就向中国出口小麦 负责国际援助的加拿大国际开发署 曾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支柱 国加油报 更是回忆现代中国奠基人孙中山 流亡加拿大 秘密筹得巨款 回国建立亚洲首个共和国的往事 但此文上网整两年 仅获一条读者评论 加拿大名义对家中关系之冷淡 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马克希尔 Mark Hill 回忆孙中山两次流亡加拿大 领导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 孙中山停留伦敦 被清廷特务拘捕 经英国记者和官员营救获释 1897年 首次经加拿大前往日本 从蒙特利尔到温哥华 应有清廷官员在策 他只能一路欣赏风景 1899年 义和团运动和多国联军大败清军 使中国更加混乱 多次策划起义被镇压后 孙中山遭通缉 再次流亡 此时 他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演讲者 和筹款人 因与在华利益冲突 英国这次希望 煽动革命的孙中山被抓捕 1911年 他假冒日本人入境加拿大 受到华社欢迎 仅为多利亚华人 就为他筹款12000元 约合今天28万9000美元 孙中山承诺 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 并许诺成功后 会与加拿大政府谈判 改善华人待遇 当时中国移民 要缴纳500元人投税 1902年 华人更被政府宣布 为对自由社会有害 对国家有害 在温哥华反华骚乱中 白人暴徒打砸了唐人街 尽管第二次 到访加拿大行程保密 但无论孙中山到哪里 华人都蜂拥而至 人们从埃德蒙顿 赶去卡尔加里和温尼伯 只为听他演讲 一些华人企业和社团 甚至为他抵押财产 他热情洋溢的演讲 征服了社会主义者 也赢得了复古的老派人物 甚至有人购买了 孙中山许诺的 未来共和国债券 1911年2月 在草原省又筹得三万五千元 合金八十四万五千美元 1911年武昌起义时 孙中山不在中国 但受他影响的军人 控制了局面 孙中山带着现金 带着共和梦想 匆匆离开加拿大 担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 1912年3月 独裁者袁世凯上台 或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承认 孙中山再次流亡 1917年回国时 已是军阀割据 他创立的新众会 已壮大成国民党 1925年58岁的孙中山 因病去世 继位者蒋介石 与共产党破裂 中国内战一直打到1949年 在西方 孙中山因被蒋介石 和毛泽东掩盖而不起眼 但他在中国备受尊敬 其坚韧 非凡的筹款能力和革命热情 使他在台湾和北京都称世卫国父 他创立的国民党 仍是台湾两党政治的玩家 而北京淡化了他的基督教和民主愿景 强调 他是致力于现代化的革命者 加拿大遍布孙中山遗产 多伦多和维多利亚有他的雕像 蒙克利尔有中山广场 安省万景有中山大道 温哥华有古色古香的中山公园 孙中山增强了华裔侨民的中国认同感 许多人追随他 减去了清朝臣民的长辫子 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数百名华裔还组成民兵 前往中国支援孙中山革命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但中国的动荡也波及加拿大 1916年维多利亚唐人街 发生异见者间的暴力冲突 不同立场的唐人街报纸 竞相传播自己的内容 1918年一位国民党支持者 在维多利亚暗杀了来访的袁世凯代表 令加拿大一度禁止国民党活动 1923年孙中山去世前两年 加拿大以排华法案 代替人头税 全面禁止华人移民 直到1947年 华人待遇才获得缓慢改善 今日中国摩天大楼伶俐 高铁线路纵横 这些都是孙中山当年 对现代中国的设想 但中国缺少了孙中山 在加拿大唐人街倡导的民主和自由 孙中山的曾孙 2016年曾在温哥华表示 他的祖先若活在今天 也会对当今中国的人权记录非常失望 伊恩·约翰逊谈论 《火花》皆是中国隐藏历史的光芒 外交官 在他的书《火花》 《中国地下历史学家》 及其为未来而战中 记者伊恩·约翰逊讨论了 中国地下或凡史学家 对中国共产党 CCP历史叙述的挑战 这些独立思想家收集证据 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下 在数字时代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 约翰逊认为 这些凡史学家认为 一个更加公正和道德的中国 不能建立在历史谎言之上 他们希望为后代留下准确的记录 并在当下带来变革 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 遵循人文价值的中国 约翰逊解释说 中国的凡史运动规模之大 使得当局难以监控和控制所有参与者 他暗示 加大监控力度 可能会瘫痪该国的发展 作者还强调 反右派运动 大饥荒 文化大革命 和最近的COVID-19疫情等事件 不是遥远的悲剧 而是对中国社会产生持久影响 约翰逊认为 虽然目前的情况似乎没有改变 但新一代人 可能会扭转习近平的政策 开放中国 让不同的声音出现 他呼吁中国以外的人 为多样化的声音提供平台 翻译中国思想家的作品 邀请他们来大学 并认真对待他们 然而 他承认中国思想家 与外国人接触时 面临的潜在风险 因为他们 可能成为国家镇压 或民族主义反弹的目标 巴勒斯坦的地缘政治解析 外交政策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源于 对土地的争议 以及谁有权在约旦河 和地中海之间的领土上居住 国际社会承认 1949年的停战线 将耶路撒冷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并创建了西岸和加沙地带 作为地缘政治实体 目前正遭受以色列袭击的加沙地带 是最新暴力爆发的中心 这场冲突 始于20世纪初的犹太移民涌入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地 这是由于欧洲的反犹太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联合国在1947年投票决定将巴勒斯坦划分为独立的犹太和阿拉伯国家 但该计划遭到了阿拉伯团体的拒绝 在英国解散托管地后 以色列宣布独立并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入侵 以色列在战争中占领了一些领土 导致数千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以色列在1967年的6日战争中占领了西岸和加沙地带 虽然以色列在2005年从加沙地带撤军 但他继续在西岸扩建定居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奥斯陆协议 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提供了希望 但这一希望被政治暴力和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所破坏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 作为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准政府成立 但它几乎没有真正的权利 主要充当以色列的安全承包商 PA最初统治着西岸和加沙 但哈马斯在2007年的选举中夺取了加沙的控制权 以色列和埃及立即对加沙实施了封锁 这被谴责为集体惩罚 加沙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之一 由于封锁和以色列对其边界 电力供应和资源的控制 加沙地带非常贫困 自2006年以来 PA没有进行全国选举 部分原因是担心哈马斯会在西岸获胜 总结一下 约翰逊的书《火花》 揭示了中国地下历史学家的努力 他们试图挑战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叙述 并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道德的中国 然而 他们在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下面临许多困难 但他们仍然希望为后代留下准确的记录 并在当下带来变革 作者认为 尽管目前的情况困难重重 但新一代人可能会带来改变 开放中国 鼓励多样化的声音 他呼吁中国以外的人为中国思想家提供平台 并认真对待他们 然而 他也指出 中国思想家面临着潜在的风险 因为他们可能成为国家镇压或民族主义反弹的目标 至于巴以冲突 他起源于对土地的争议和谁有权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领土上生活 虽然国际社会承认1949年的停战线 但冲突仍然存在 该地区的和平进程曾多次进行 但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加沙地带是最新暴力爆发的中心 这场冲突对巴勒斯坦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以上是对这些新闻内容的简要总结 要深入了解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和研究 请大家积极参与讨论 并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